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筹 闺蜜撒谎诚信,工于心计 同学会上闺蜜各种扯谎 明明只是公司的临时员工 却骗大家说自己是大公司的正式雇员 明明带着廉价的仿冒品 却谎称耳环是专柜买了正品 这还不算 闺蜜甚至将脏水泼到最好的朋友身上 撒谎说朋友抢了自己男友 好在如今志愿已经看清闺蜜的真面目 当晚志愿约了男友和闺蜜同时来自己家 打算撮合二人在一起 好将自己的不幸命运转嫁到闺蜜身上 结果闺蜜意外没来 男友却浴火焚身想和志愿行交欢之事 眼看男友浑身赤裸朝自己逼近 志愿正无计可施 好在关键时刻门铃响了 志愿一个箭步冲过去开门 是炸鸡外卖 志愿和男友都没有订餐 外卖小哥却喋喋不休 确认了好几遍 趁门开着剑鞋 志愿演技手快将男友推了出去 后又将男人的鞋丢到门外 自知无法霸王硬上弓 男友只能老老实实穿上鞋离开 这家伙还不知道 打断他一夜激情的炸鸡 是公司部长志愿 刻意安排的 渣男青虫上脑的是 志愿似乎已经提前知道 为了保护志愿 志愿才想到了外卖这招 男友离开后 志愿满心想到 是即将到来的同学聚会 作为从未来穿越而来的人 志愿知道自己会在聚会上 被同学嘲笑羞辱 想要逆转既定的事实 就必须做出改变 志愿拿出衣橱里全部的衣服 又翻出仅有的既样化妆品 可尝试着打扮了一番后 根本撑不住场面 公司后被西岩发了消息 约志愿周末逛街 和新机闺蜜不同 西岩热情单纯 是个难得的好姑娘 志愿答应邀约 路上经过一家品牌专卖店 橱窗里摆着 闺蜜曾送她的同款耳环 志愿对比了两只耳环 任谁都能看出来 闺蜜送的品项质量差太多 一看就是仿貌的假货 想到过去对闺蜜的信任 志愿觉得自己简直太傻 曾经有一次就因为忘了 买闺蜜喜欢的糖果 闺蜜便嘟着嘴一脸不怨 直到男友来了 闺蜜又兴高采烈地 和男人去赏花 却让志愿拎大包小包的行李 好在如今志愿 交到西岩这位新朋友 二人一起喝烧酒 吃尖角 心无旁无地聊天说笑 志愿透露自己高中时候 被同学欺负的事 其实他至今也不明白原因 西岩鼓励他一定要去问清楚 这样心里才不会有疙瘩 为给志愿无尽加油 西岩领着他去做造型 志愿只有一个想法 他要美到想重新投胎 于是发型师 造型师 化妆师先后上阵 不出片刻打扮完成 志愿走向镜子 此刻的他简直美呆了 和几年后罹患癌症的自己 根本是两个人 西岩又给志愿 设了好几套衣服 有了美人的价值 每件衣服穿在志愿身上 都只能用惊叹来形容 志愿相中了店里的一款包 他不会忘记 几年后撞见闺蜜出轨男友时 闺蜜背的便是同款包包 想到这里 志愿决定暂时不买 为了复仇大计 他不介意 忍痛割爱 闺蜜打来电话 拜托志愿帮忙 话刚活口 志愿便知道 闺蜜想要拿走 属于自己的企划案 曾经出于信任 志愿二话不说 答应了闺蜜 但现在志愿直接拒绝 他还提醒闺蜜 在公司不要直呼自己的名字 毕竟他的直级比闺蜜高 闺蜜根本没资格 在公司里对自己胡来和去 志愿的转变 令闺蜜猝不及防 为了给志愿一点教训 闺蜜决定 要在明天的同学会上 让他好看 无能的科长 对闺蜜大显殷勤 闺蜜趁机 大方队查招数 最终成功 令科长将志愿这位提案人 从名单中划掉 自热同学会现场 闺蜜又在同学面前装好人 一边说志愿 对自己多么支持 一边撒各种弥天大谎 谎称当年 是自己推荐志愿去公司的 说志愿是临时工 而自己是签约的 长期雇员 又说志愿看上了 自己喜欢的男人 志愿闪闪来迟 同学们顿时目瞪口呆 闺蜜回头发现 眼前的志愿 简直叫一个惊艳思作 志愿自信地和同学们打招呼 男同学们不禁感叹 志愿简直是丑小鸭变天鹅 吕同学想下却一脸鄙视 扬言志愿可以模仿闺蜜戴同款耳环 闺蜜就等着志愿出手 志愿却毫不紧张 同学们也发现 志愿的耳环光泽度高 明显比较高级 倒是闺蜜的耳环粗糙得像个假货 顿时闺蜜成了群嘲的焦点 几小时前 西颜向志愿普及仿冒品的等级 闺蜜送的耳环太劣质 直接被打入最没诚意的一集 为了不让志愿出丑 西颜让她带自己的耳环去 她的可是货真价实的真品 闺蜜气得当场摘下耳环 志愿却转身去了洗手间 几个同学进来了 正一论时 同学小夏意识到 志愿可能也在卫生间 于是一脚踹开侧门 万万没想到 志愿也在同时朝着同学的方向 踢开了门 眼前的志愿表情严肃 气场强大 同学几乎被吓了一条 小夏质问志愿 为什么假装不在 志愿却毫不畏惧 同学被怼得 哑口无言 小夏脱口说出 只要是闺蜜有的 志愿全都想要得到 包括耳环 志愿却不慌不忙 拿出闺蜜送耳环时写的卡片 表示自己发现闺蜜送的是假货 但为了姐妹情义 于是买了同款的真品 小夏还不罢休 说志愿被闺蜜推进进公司 却不知感恩 志愿毫不客气地掏出名片 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她才是公司正式的雇员 志愿还道出当初是自己推荐闺蜜金的公司 而不是相反 小夏又指出志愿和闺蜜抢男人的事 志愿干脆拨通男友的电话 电话里男友公开向同学表示 自己和志愿是男女朋友关系 这下结果同学无话可说 志愿正要离开同学会 小夏却不宜不饶 她记得高中时候 志愿因为喜欢闺蜜的男友 便让两人分手 当然这是闺蜜无数个谎中的一个 高中时代 闺蜜所谓的男友叫恩浩 志愿记得清清楚楚 闺蜜并没有和恩浩交往过 闺蜜又开始撒谎 称自己当时没有告诉志愿 自己和恩浩正在交往 志愿及时抓住闺蜜话里的逻辑破绽 既然自己并不知道 两人在交往 又何来让他们分手一说 闺蜜无法圆谎 便干脆装可怜 小夏也继续攻击志愿 指责她脾气太差 我该没朋友 怒火中烧的志愿 干脆主动出击 因为闺蜜的几句话 一小夏为首的同学 欺负自己整整三年 该道歉的不是自己 而是这群轻信谎言的同学 小夏却没完没了 同学的咄咄逼人 令志愿束手无策 不想此时 一个声音传来 是恩浩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恩浩直言 自己并未和闺蜜 有过任何交往 瞬间闺蜜成了众矢之地 志愿还不知道 恩浩能出席同学会 全是志愿的功劳 前日志愿特意去找恩浩 拜托她参加同学会 并澄清误会 对志愿而言 一生只挨一人 爷爷让志愿 与财团千金结婚 志愿第一次坚决反对 并声称 自己已经有了 喜欢的女人 做出解释后 恩浩转身询问志愿 是否曾经喜欢过自己 志愿却慌了神似的 匆匆逃离 志愿来接志愿 见志愿穿得这么漂亮 来参加同学会 男人心里起了低谷 夜色下恩浩追了出来 几经犹豫后 竟在志愿面前大难告白 而目睹这一幕的志愿 忍不住泛起度议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大咖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